现在是紧急寒冬 不过还是有企业志工 不远千里到花莲 给独居老人送上 温暖不仅陪伴老人家围炉吃饭 还贴心地帮忙剪头发 按摩 化妆 连过年需要的年货 都事先准备好了 一百多位志工 开心地站成了两排 一边拍手还一边唱歌 眼睛还要忙着找寻 自己要照顾的老人家 接了面挂上了牌子 甚至还送上礼物 来自台北的企业志工 要给花莲独居老人 谭东中最温暖的关怀 在跟你的菜 随我走来吃去 这样我就很欢迎 是不是 对 我们就这样出门 儿女通常在外 如果拖这样一个 一年一次他们的围炉 然后趁这去买他们的连货 那有义工帮他们 万百万一个对一个来照顾他们 我想这是相当温暖 贴心的招呼 就连食物也要吸得细细碎碎 就怕老人家吃得不方便 仔细陪伴还安排了化妆 剪头发 要给这些长者贵宾及的礼遇 当然对于行动不方便的长辈 企业志工更是不远千里 送上温暖 今天晚上明天后天会更冷 你要吃餐购衣服 寒流来了 今年最冷的寒流 有实际上的资助 也有心灵上的陪伴 虽然今年第一道寒流来袭 但是这些志工们的爱心 却让每个老人家的心里暖风风 今天新闻 我是美张鸿燊 花莲报道